大家好,我是江湖,今天为你揭秘的是张嘉辉与张翰首都合作悬疑犯罪片催眠裁决的幕后故事 一,张嘉辉塑造过太多纪念角色,2016年在古天乐主演的电影《使徒行者》中 他是潜伏在犯罪组织内部多年的蓝波文,最终其为了兄弟拼死扛起杀手500卷入车底的一幕,着实令人泪目 2013年,他与刘青云古天乐主演的情匪动作大电影《扫毒》 一句,二位已经死了,你挑了什么偶像,段坤我吃定了,耶稣也留不住他,我说的,也成了张嘉辉最经典的一句台词 童年出演的电影《激战》中,张嘉辉凭借过去香港拳王陈辉一角,揽获无数大奖 在2019年沉默的证人中,经他之手又诞生了一个无可替代的斯文法医形象 但有关催眠题材,这部电影还是张嘉辉唯一一次出演 据说,其当时听到催眠专家的名字时还有些忐忑 但看过剧本后,便果断决定出演 张嘉辉不仅被电影的故事情节所吸引,还对催眠之法的奥秘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花了很多时间去琢磨以及练习 二,这是张翰首度与张嘉辉合作演戏 在拍摄一场打戏时,张翰不幸受伤,已经严重到了飞去意愿不可的地步 但为了整体进度,他不仅强忍地拍完了全程,还拍得很好看 这一点让导演黎兆军非常感动 三,为了突破传统类型电影的瓶颈 以催眠和审判这样新鲜的组合带给观众全新的观影体验 导演曾透露,完成这部电影总共花了三年多的时间 不仅在调研和拍摄阶段都曾咨询过心理学专家 却连戏中的催眠手法,身体姿态等也请了专业催眠师在旁指导 使得影片拍出来更加合理可信 四,电影在2019年10月份上映前 主演张嘉辉还和著名主持人赵忠贤老师合作 拍摄一段硬前预告 下面请欣赏有关视频内容 各位观众,晚上好 今天是10月25号,星期五 农历9月27日 欢迎来到收看那个催眠的室闻报告 遭去一个废治的祸上里面 忽然发生了大规模的爆炸 击壳时向下为某公司的保镖 爆炸的具体原因 赢在调查中 著名催眠学家许教授开启了自己的催眠寻眠 巡演的第一站从北京开始 大概有300人的会场 基本上座无虚席 许教授还亲切地邀请了五位在场的观众 上台为他们成功地催眠 昨日一个连环放手的少人坊 在医院做心理评估的时候 用枪指着那个临床心理学家 明显日之在空气松朽的情绪 并且在门外两边戒闭 最终带逃不防备的时候呢 顺利把他祭福了 最后是本台对林氏家族凶杀案的追踪报道 一个陪审团的成员忽然接到绑匪的电话 说他的女儿遭到了绑架 要想他女儿活命 必须催眠四个陪审员 为何催眠成为核心事件呢 他跟本案有什么关系呢 本台将继续追踪报道 好了今天的播报呢 就到此告一段落 以上的内容呢 纯属胡编乱造 本节目对其真实性 盖不负责 好 老师 您先这样 谢谢 谢谢 还有要说吗 十二十五号 催眠茶区响饮了 买票进场 好了 说完了 还在拍 不要拍了 不要拍了